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數百萬中共官員憂心 李克強悲劇也是他們宿命 反作用力 習和幾任中紀委書記關係都很緊張 皮尤民調對中美好感度差距擴大 專家解讀 高級黑 杭州推VR體驗民主 網民神評論 引爆笑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11月15號 星期三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觀眾朋友好 對於希望上網保護隱私的朋友們 在這裡給大家提供一則廣告信息 推薦一款可以信賴的VPN 美國神盾VPN 因為大陸的特殊環境 不僅審查互聯網用戶的瀏覽內容 還封鎖海外許多網友 為突破大陸的網路封鎖 美國神盾VPN結合傳統VPN TOW和機場代理的各自優點 專門為大陸用戶開發出加密通訊協議 幾年來一直暢通無阻 即使是在每年的敏感時期都可以正常使用 對於海外的互聯網用戶 您的個人隱私和商業機密也可以得到最大的保護 不同於傳統的VPN和機場代理 神盾VPN採用的是P2P架構和端對端加密 所以即使神盾VPN服務器都不知道用戶的個人信息和瀏覽內容 另外 神盾VPN可以運行在安卓 蘋果和Windows等各種設備上 一台設備安裝後 可以支持局域網內的五台設備免費共享 還支持分流黑白名單和非全局設置 神盾VPN也支持各種流媒體 可以流暢觀看高清和4K視頻 同時 神盾VPN支持各種語音和視頻通話軟體 對於購買神盾VPN套餐的新用戶 有7天至1個月內的退款保障 另外 阿波羅網為觀眾朋友們爭取到了優惠價 只要輸入促銷買阿波羅 就可以獲得20%的折扣 更多信息可以登陸神盾網站tipas.net查詢 連結在本視頻的置頂處 心動不如行動 馬上下載 希望美國神盾VPN能幫助您無憂無慮的暢遊互聯網 數百萬中共官員憂心 李克強悲劇也是他們宿命 李克強沒命後 中共黨校前教授蔡霞撰文說 中共黨的二號人物 沒得蹊蹺 卻又無處尋覓真相 這一切都給中共黨內帶來巨大的衝擊和震撼 特別是上下官員唏噓欺煌 恐懼不安 唇亡齒寒 人人自危 黨內沉寂一片 就是這種極度震撼的異樣呈現 兔亡狐悲 物傷其類 中共許多官員從李克強的命運悲劇中 隱約看到了他們難以逃脫的宿命 中共極權統治加個人獨裁的制度惡 造成了李克強的總理之困 也是中共黨內政府系統負責官員的普遍困境 在黨中央總書記領導總理 在省裡 省委書記領導省長 視線依次類推 簡言之 黨務官員是實施中共統治的操盤手 政務官員是維持中共統治的打工仔 這決定了只要習近平想攬權 李克強就無法阻攔 從中央到地方 黨的書記權力大大擴張 地方政府權力不斷削減 按照公共管理公共服務所需要的政府獨立行政 其實並不存在 同時 黨領導一切就是控制一切 黨的人格化身 書記要掌控所有的權力資源 其中最核心的是人權和財權 中共中央一直強調黨管幹部 黨管人才 具體事務由中央組織部操作 註定了二把手是一把手決策的執行者 並且所有的政績都首先記在一把手名下 二把手只能活在一把手的陰影裡 二把手若能力強 水平高 做成了事 還會招來某些一把手的忌諱 生怕其功高蓋住 在地方報紙上 一二把手的新聞報導和照片亮相度 當地宣傳機構都要小心擺正位置 二把手不得蓋過一把手的分頭 在中共現行體制下 任何一個希望為中國民眾幹好事 幹成事的官員基本上寸步難行 即便他們能到點下船平安著陸 他們也必定以陸陸無為 忙死累死而告終 反作用力 習和幾任中紀委書記關係都很緊張 王岐山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紀委書記時 是習近平反腐打虎的主要操盤手 五年內 王岐山駐習近平拿下440名副審部級以上高官 及其他中管幹部 在他卸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紀委書記後 在他擔任中共國家副主席期間 他曾經的兩個秘書 田惠宇 董宏 竟然都被認定為嚴重腐敗分子 被革職查辦 投入生勞大聚 前政治局常委 中紀委書記未見行的撰稿人 王友群在大紀元撰文說 現任中紀委書記李希 實際上是習清洗政敵的幫手 習要他整誰 他不敢不整 但是 李希也不得不正視一個殘酷的現實 習利用趙樂際按住王岐山 現在又利用他按住趙樂際 習就真的信任他嗎? 如果他五年任期一滿下台了 習會不會利用下一任中紀委書記來按住他? 另外 習的疑心之大 全世界都知道 李強的前任 李克強的命運更是讓李希不得不格外小心 尤其是習現在登上權力的最頂峰 同時也成了中共內政外交所有問題的重視之地 還內外罵習 反習 倒習之聲不絕餘耳 李希不得不為自己留後路 不可能真心追隨習 中共官場的腐敗是普遍現象 只要偵查幾乎人人都有問題 對王岐山的兩個秘書 習可查可不查 但是 習選擇了查 因為習要消除對他的最高權力有威脅的所有人 這一查 產生了一系列連鎖反應 比如 王岐山 趙樂際 李希與習近平的關係 李希與趙樂際 趙樂際與王岐山的關係都變得很緊張 習發出的作用力越大 對習的反作用力越大 最終 習可能自食其果 皮油民調對中美好感度差距擴大 專家解讀 美國皮油研究中心11月6日公布最新民調 從好感度 外交政策 經濟 科技 軍事力量 娛樂業 大學教育 生活水平 個人自由 對中美領導人有多大信心等角度 比較了來自24個國家的公眾對美中兩國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 由於中共在掌握著政權 出於對中共的反感 會拉低人們對中國的印象 在民調中 人們往往會把中共等同於中國 在最新調查中 大多數受訪地區對美國的總體看法 比對中國的看法積極得多 導致對美中兩國的看法 出現了美中好感度民意調查 進行近20年以來最大的差距 人們對華盛頓和北京的外交政策看法不一 大多數受訪國家都認為 美國與中國皆會介入他國事務 甚至美國比中國更傾向於干預他國事務 不過 公眾也認為 美國在干涉他國事務時 會比中國更考量他國的利益 著名維權律師陳光誠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 干涉別國的事務本身沒有好壞 也不能光憑想像做事情 假如美國真的只關心國內自己的事情 把世界全部的軍事基地都撤走 讓航空母艦全都回來了 世界馬上陷入大亂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赫也認為 聯合國二戰之後的整個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是美國主導建立起來的 美國要推行人權、法治、對世界一些國家 包括中共的人權迫害發生 美國在推廣普世價值方面是有積極作用的 王赫指出 美國會維護國際秩序 所以對一些國家內政有所介入 中共介入別國事務 很多方面是經濟收買、政治脅迫、暗中搞海外統戰 比如說在美國搞分泰尼 像這些尚不得抬面的事情 高級黑、杭州推VR體驗民主、網民神評論引爆笑 11月2日 杭州市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中心正式啟用 中共浙江省委副書記、杭州市委書記劉傑等官員出席了啟用儀式 浙江人大官網、央視網等集眾官媒對此進行了報導 當天 一段參觀者在實踐中心通過VR設備 沉浸式體驗人大代表參會的短片 在海內外網絡社交平台上熱傳 短片中 一名中年男子參加者戴上VR眼鏡 選擇進入我來當代表參加人大會元宇宙的場景 體驗者選擇了場景中自己的角色頭像後 設備的系統自動發出一張人大元宇宙人大會的出席證 接著以實景模擬了浙江人大代表步入會場參與會議的全部過程 在中國這個黨領導一切的極權國家裡 都充滿了強烈的反粉意味 結果 相關體驗視頻下的網友評論大翻車 各種花式的嘲諷蜂擁而出 有中國網友語帶雙關的寫道 哦 明白了 全過程虛擬 海外華人網友的調侃更加入目三分 整個一個高級黑啊 舉手和拍手模擬器 原來所謂全過程民主是虛擬出來的啊 真棒 真會玩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兩個老頭把習近平和中共搞得暈頭轉向 加沙兒童癌症醫院地下室經線哈馬斯軍火庫 以色列稱還關過人質 蔣偉國前秘書倫共諜 與20位退役將領被約談 中將上將通通有 惡意操縱韓國輿論 中共38家加韓語媒體被封鎖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點讚 轉發和留言 請唸 magnet ノ 請唸 magnet 郭忠賢